名模特琪琪8月15日在香港旺角为艺术比赛担任主理嘉宾 琪琪透露很喜欢看到小朋友表演 那种唱歌跳舞的感觉十分温馨 而自己则刚刚从泰国返回香港 当地正好是母亲节 女儿人情家特意买了蛋糕为自己庆祝 那不知道爱女友没有唱歌跳舞来让妈妈更开心呢 对我女儿因为也不喜欢唱歌也不喜欢跳舞 她也没有什么表演的意望 但是我看她最近挺喜欢打鼓的 然后她其实比较像我吧 比较喜欢一些男孩子的东西 就是可能游泳啊跑步啊打羽毛球啊 这些她很喜欢 但是你说她现在很不喜欢拍照 因为她对镜头比较抗拒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年龄的关系吧 那就顺她的意思吧 另外早前艺人熊戴玲和老公郭可颂 在香港游艇会设宴十五席 为一对双胞胎爱女举办白日宴 看到琪琪也有出席道贺 想必熊戴玲做了妈妈之后 心情应该是越来越美丽了吧 是不是相当有母爱呀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很开心吧 朋友也很开心 因为有小朋友是人生不一样的阶段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人生中最开心的一个阶段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